地空自为平安 我是张牧师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第34讲 我们自己讲的题目是 挪亚是怎样成为艺人的 我们讲讲这样的话题 我们先做祷告 祷告之后我们开始讲吧 先来做祷告 爱门灵魂的神 我们感谢你 神谢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一起又聚到神的话语面前来 跟我们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虽然彼此不能见面 但在这里可以有讲话语听话语的时间 就非常感谢了 神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都仰望你的恩典 人旁每次讲话语听话语的时间 能成为蒙神祝福的时间 人旁的接着话语 不断地引导着我们的信 神在圣经当中应许我们说 神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使少年人有智慧 神的信仰通达起来 这样变得有智慧 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怎样 是在于神解开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 我们心就明白过来了 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们 做的工作是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所以圣经上都记载着 都写着 我们也听着 也讲着 但是让我们心里真明白过来 是在于神开我们的心窍 对于神们仰望的恩典 帮我神借着圣灵 不断祝福着我们的灵魂 引导着我们 总是一切向神交托仰望 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好吧 我们先读一下圣经之后 我们开始讲吧 我们今天来读一下 创世纪第七章的话语 创世纪七章 一节到五节 我们来读一下 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时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凡洁净的初累 你要带七公七母 不吉净的初累 你要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 也要带七公七母 可以留总活在全地上 因为再过七天 我要教育在地上四十周夜 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 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救尊者 耶和华所吩咐的 行了 好吧 我们读到第五节 我们上次讲了 耶稣复活和我们的关系 讲了这样的话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说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教我们诚意 尤其是我们诚意 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 是在于耶稣的复活 神不是看着我们的行为 成为我们的意 神看了耶稣复活 因着耶稣复活了 所以神就说我们没罪了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 偿还完了罪在 总之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我们说福音的方面 从两方面来说的话 一方面从耶稣的血来说 他用他的宝血 将我们的罪都洗净了 这是从血上来说 另外一方面 可以从复活上来说 因为耶稣复活了 我们得以诚意了 那凡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人 应该说 耶稣复活了 我没罪了 耶稣复活根本是有关系的 我没罪不是看着我们自己 怎样 是看着耶稣 因为耶稣复活了 所以我没罪了 因为是因为他 所以在我身上 就是 总之我们上次讲了 这样的部分了 好了 不说那么多 那我们这次讲一下 关于挪亚的话语 圣经里说挪亚是义人 我们讲讲挪亚是怎样成为义人 讲讲这样的话题 我们之前在讲审判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审判的时候是 只有义人才能取天国 圣洁的义人才能见神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 而且诗篇上说 这是耶和华的门 义人要进去 我们之前讲过这样的话题了 那么今天来讲 就是挪亚是怎么成为义人的呢 其实在这个部分还要多说两句 有人一提义人的时候呢 有人就有很强烈的固定观念 现在好一点了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间 很多人的固定观念里面 都有什么样的观念 就是绝对没有义人的 怎么能成为义人呢 绝对不可能 固定这样的观念非常强 现在农村当中 这样的观念还是比较强 因为人读圣经学习的少 所以一提义人的时候 人就会拿着 罗马书三章十节那里的话 罗马书三章十节那里说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一提义人 人就会拿这个话说 圣经里说了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就会拿这个话来反驳着 就说没有义人 但事实上这么说的时候 真是 这真是有点断章取义了 我们开圣经 发现有很多义人 这个词 有很多义人的身份 诗篇上有很多义人出来 圣经里义人出来的数字 出来的次数 比罪人出来的次数多很多 有很多义人 那罗马书呢 三章十节那里说 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 指的什么来说的呢 就指的是按照行为来说 按照行为来说 人都犯罪了 那之前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人都在罪恶之下 都犯罪了 都违背了律法 按照这个方面来说 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但是指定会有一个 有一条成为义人的道路 因为按照行为来说 没有义人 但事实上 圣经当中出来很多义人 那他们怎么成为义人的呢 一定是在行为之外 走了行为之外的道路 才成为义人的 也就是有一条成为义人的道路 而且必须得成为义人才可以 如果没有成为义人的话 说明你还没有重生 我们生起来都是罪人的身份 罪人都会下地狱的 必须重生得救 成为义人才可以 接着重生得救 成为义人之后才能去天国 义人就是圣经里边 绵羊啊 麦子啊 就是这样的比喻了 也就是圣经里说的绵羊 说的麦子 这些是比喻义人的啊 就这样才能去天国 成为绵羊 才能得永生 成为麦子 才能进到苍里去 这一点呢 是一点不能马虎的啊 有些事情呢 可以马虎过去 但是在这个地方上 一点不能马虎 你必须得分明成为义人才可以 你必须重生得救才行 最近这群里边 这网上啊 微信这 微信群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这样的话题了 随着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绝对不是说 你去聚会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不是说你奉献了 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你祷告了 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你病得医治了 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或者是你侍奉了 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些都不是啊 这些都不是成为真正基督徒 的标准 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呢 可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你必须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的人 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的话 你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 神是不认定你的 人若不重生 不能见神的果 这一点是一点不能马虎的啊 这一点必须认真面对的才行 因为只有重生得救了以后 才能过信仰 我们这群是生命生活 先拥有生命才能过生活 生活是生命的彰显 你没有生命去过生活的话 是绝对过不上去的 过的也都是假冒为善 都是虚假的 是没有那个力量的啊 必须先有生命 后有生活 这个不是理论上 不是道理上 从心里面 必须很好的接受才可以 从心里面 必须认真面对才可以 就是现在信徒很多 有很多信徒的 不关心自己生命了 不关心自己的灵魂 对于审判毫不关心 心思都放在很多肉体上 放在事情上 就这样被魔鬼欺骗的非常多 从想蒙恩典 但却不想自己灵魂蒙恩典 说蒙恩典在其他的方面 但对灵魂变得很藐视了 有很多这样的信徒了 非常多 耶稣在定十字架之前 耶稣往各个他走的 往各个他走的那一路上的时候 妇女们为耶稣嚎啕痛苦 那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当然我之前也讲过哈 他们都为耶稣哭着 可是耶稣却不接受他们的眼泪 耶稣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眼泪呢 原因就是一个 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哭过 就是他们没有关心过自己的灵魂 不关心自己灵魂的人呢 跟耶稣总连接不起来 就关心自己的人呢 才能跟耶稣连接起来 圣经里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耶稣是医生 但随那个医生连接起来呢 是病人 不但是病人 而且这病人想治病 想治自己的病的时候 才会去找医生 才能跟医生连接起来 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或者你虽然是知道自己得了病 却不想去治的话 跟医生就毫无相关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必须很认真的面对 必须认真面对 我们福音的地方已经讲过的 福音讲过好几次了哈 从旧遇的赎罪记 一直到上次为止 讲了耶稣复活 讲了很多次了 之前讲过的 如果用心来听的话 来领会的话 都能明白 好吧 好吧 说很多这样的话 那么言归正传吧 我们现在来说 我说这圣经里面 有成为义人的道路 圣经里说 挪亚是义人 我们今天看着 创世纪七章一节这里说 创世纪七章一节这里说 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全家 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所以为什么让挪亚 全家进到方舟里呢 圣经里说的因为是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因为他们是义人 所以让他们进到方舟里了 我们看 马太福耶二十四章那里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就好像挪亚时代的时候 挪亚一家八口 进到方舟里面 方舟外面的人 最后全部灭亡了一样 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 义人能够被提 义人最后去天国 所以人全部被关在门外 以后都会灭亡的 挪亚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所以必须得成为义人 这一点呢 是一点不能马虎的 那挪亚是怎么成为义人的呢 我们看看挪亚成为义人的道路 挪亚成为义人的道路 我们来看 我们是怎样成为义人 我们首先来看看 挪亚怎么成为义人的 神帮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挪亚的行为 看一看 现在说挪亚是义人 那先看看挪亚的行为 挪亚的行为看一看六章里看一下 创二集六章 六章十一节看一下 先看一下六章十一节 这十一节说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 皆是败坏了 反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看着圣经里说 反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那挪亚是不是有血气的人呢 所以挪亚当然是有血气的人 那既然挪亚也是有血气的人的话 那挪亚的行为 肆定也败坏了 因为圣经里说的是 反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圣经是这样来说的 那挪亚的行为 一定也是败坏了 不但这个圣经 在这里这样写着 而且再往后看一点的话 看一下九章 九章里边是挪亚 带着孩子们 从方柱里出来 出来以后 挪亚做了农夫 九章二十节看一下 创世纪九章二十节 九章二十节这里说 挪亚做取农夫来 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 变醉了 在帐篷里吃着身子 现在提了挪亚的一次 他所曾在他身上 发生的一个事情了 挪亚现在怎样呢 圣经那些说 挪亚做取农夫来 然后可能干活累了 所以喝了园中的酒 变醉了 当然我们新约圣经当中 那里说不可醉酒 不要喝酒 没有说不可喝酒 但说不可醉酒 因为一旦醉酒的话 人就会做混乱的事情 现在挪亚呢 喝酒喝醉了 不但喝醉了 喝醉了之后怎样呢 圣经说 在帐篷里吃着身子 喝酒喝醉了之后 将衣服全都脱光了 脱光以后 在帐篷里吃着身子 躺在那里 有这样一个事情了 当然有的人喝酒喝醉之后 表现不一样 有的人喝酒喝醉以后 会睡大觉 还有的喝酒喝醉以后 会唱 还有的喝酒喝醉以后 会耍酒疯 会骂人 还有的喝酒喝醉以后 会胡言乱语 现在挪亚喝酒喝醉了 挪亚喝酒喝醉怎么做呢 将衣服都脱光了 脱光了衣服以后 躺在那 这是挪亚真实 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喝酒喝了很多 喝醉了之后 将衣服都脱光了 然后往那一躺 我们开圣经 也这么看了 但如果这个事情 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话 我们身边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这样一个老人 有一天喝酒喝多了 喝的 咪 喝的很大醉 喝醉了之后 将衣服都脱光了 往那里一躺 如果身边 真有这样一个老人的话 我们会多嘲笑他呢 一定会很笑话他 太不像话了 太伤风败俗了 怎么能这样呢 这人 这个太太野蛮一点了 或者太粗鲁了 这个太不讲文明了 我们指定会这样来形容他 但圣经的挪亚呢 就是这样做了啊 也就是圣经里的挪亚呢 可能我们想象当中 他是非常敬虔 非常文明 非常讲道德 非常有礼貌 可能我们想法当中 是这样来想他 但事实上 神呢 可以将挪亚做的事情 写在圣经里面 那么通过挪亚做的事情 能看出来 挪亚并不是很文明 很道德 很讲礼貌 不是那样的一个形象 那挪亚是很随便 也很放纵 这个按道德上 很说不过去的这样 喝了酩酊大醉之后呢 然后衣服都脱光完了一躺 很不像话的样子 也就是六章里说 凡有学习的都败回了行为 那现在这九章里面 特意将挪亚做的一个行为 所做的一个事情 表现了一下 表现记载在圣经当中 那告诉着什么呢 挪亚的行为也败坏了 挪亚分明败回了行为 可是圣经里却说什么 却说挪亚是义人 挪亚有这样的行为 但挪亚是义人 那这样可以看出来 挪亚的义人 绝对不是因着行为带来的 因为挪亚的行为分明败坏了 而且圣经当中怎么说呢 我们看传道书有这样一句话 传道书 旧约圣经传道书 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传道书第七章 七章二十节 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这里说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有时候这个义人 是怎么成为义人的呢 所以是靠着行善 不犯罪成为义人的 那这样的义人有没有 对世上实在没有 有时义人的不是靠着行善 不犯罪而成的 挪亚现在是义人 但挪亚的行为分明有问题 有时挪亚不是靠着不犯罪成为义人 世上不存在不犯罪的义人 行善不犯罪的义人 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么挪亚是怎样成为义人呢 既然靠着行善不犯罪 不能成为义人的话 那靠着怎样的道路可以成为义人呢 那么接下来看看 挪亚是怎么成为义人的 他不是靠着行为成为义人的 那他靠着什么成为义人的呢 我们看看挪亚成为义人的道路 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六章 六章创世纪六章看一下 六章 我们先看一下六章五节 六章五节说 耶和华借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中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 并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这是五节到七节的内容 我们看着五节到七节 五节六节七节 每句的开头都是 耶和华见人 是耶和华就后悔 七节是耶和华说 看这些都是耶和华的心理活动了 是耶和华的看的 耶和华所看的 然后耶和华心理后悔 然后耶和华决定了 都是出耶和华的 那现在人知不知道耶和华的心呢 当然不知道了 耶和华是在天上 神在天上给他看了 然后神的心里面有忧伤的心 神心里决定了 把这一切全都除灭 这是神的心理活动 一切都是神心里面 那现在人心里想着什么事情呢 说人宗人思想的禁都是恶 那禁都是恶指的什么来说的呢 是人每天想着杀人放火吗 当然不是啊 圣经里所说的恶呢 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恶 圣经里说的恶指的是 以赛亚十五十五章第六节那里说 七节那里说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有这样的话 看他圣经那里说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那什么样的人是恶人呢 对当然就是走自己路的人 就是恶人了 也就是纵日思想的禁都是恶指的是 大家人们纵日思想的 都思想着自己的事情 所以不知道神的心 所以不跟神连接 每个人都完全活在自我的里面 都为自己活着 那马太斐二十四章 把这个话形象来说 是怎么来说的呢 马太斐二十四章是这样来说的 马太斐二十四章这里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将来也要怎样 二十四章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将来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去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看三十八节说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去 是这样来说的 人照常吃喝嫁去 有时人心里想的是 吃什么喝什么 嫁随取随 人都想着这些事情 人所想的是跟神毫无相关 神有神的心 人有人的心 人的心跟神的心是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 以赛亚书那里说 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人跟神这是天地的区别了 神所想跟人所想的是完全不一致的 有时候现在分明灭亡就到眼前了 是已经定好审判了 但人却完全沉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过着自己的生活 灭亡马上就来了 但谁也不知道 人还自我陶醉着过着 如果神就是这样的任凭着人 神如果不告诉人的话 人就全部都灭亡了 但是神现在呢 不想把人全部灭亡 神想有存留下来一部分 人也好 就各样的动物也好 生处也好 神想存留下来一部分 所以神现在呢 就想让他们造方舟 好保全生命 所以神就必须将神的心的对人说 所以神需要选择一个人 那选择这个人之后呢 神将神的旨意 向神的心对他说 告诉他 那么谁如果被神选中的话 谁就成为蒙恩典的人 那么这个人就能听见神的旨意 那这个人就能跟神连接起来 那么在这么多人当中 神选择谁了呢 当然这是神的主权了 神想选择谁就选择谁 那神最后选择谁了呢 所以当然神选择了挪亚 创世纪六章八节看一下 创世纪六章八节这里说 唯有挪亚在耶华眼前蒙恩 唯有挪亚唯是指的意思 只有挪亚在耶华眼前蒙恩 蒙到了恩典 那挪亚到底蒙到什么样的恩典了呢 看十三节 十三节这里说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各回目造一只方舟分一间间的造 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 要长三百轴宽 五十轴高三十轴 这个等等等等 现在这圣经里说 唯有挪亚在耶华眼前蒙恩 那挪亚到底蒙到什么样的恩典了呢 对挪亚蒙的恩典就是 神就对挪亚说 就挪亚听见了神的声音 如果神不对挪亚说的话 挪亚也只能跟别人一样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有一天神对挪亚说了 当神对挪亚说的时候 挪亚一下发现了新的世界 这样啊 是挪亚心里完全不知道的 从来不知道的 一个新的声音 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神的新的计划 向他展现出来了 这样啊 挪亚一下发现了 挪亚明白了 那么当神这样对挪亚说的时候 挪亚呢可以有两种反应 一种反应就是拒绝神 还可以说是不信神 神对挪亚说了以后 挪亚如果说 神那不可能 神你不要这样对我说 你不可能这样做的 你是慈爱的神 你怎么可能把这些全都毁灭呢 你说是这么说 你绝对不会这样的 造那么大的方舟 怎么造呢 长三百种宽五十种 怎么才能造出那样的方舟来呢 神我造不了 神你不要和我说了 神你不会这样决定的 假如挪亚就这样将神的话 完全弹出去的话 就是不接受神的话 不信神的话的话 那么挪亚就跟神就断开了 但现在当神对挪亚说的时候 挪亚怎样呢 挪亚是拒绝了还是接受了呢 我们看圣经 看挪亚是怎样的 看一下二十二节看一下 看这六章二十二节这里说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照样行了 就是神对他说什么 他就接受了什么 他将神的话完全接受过来 那只是这个叫什么呢 将神的话接受过来 这个叫什么 所以当然这个就叫信了 就叫信 在七章一节这里说 就是说挪亚是义人 就是挪亚的义人是怎么得来的呢 就是因着他信得来的 因为他接受了神的话得来的 这个答案是在希伯来书里面 给了答案 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这里有清楚的答案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 第七节这里说 挪亚因着信 继蒙生执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看这里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 这答案给的非常清晰啊 我们把这个话多少再解释一下 这里说挪亚因着信 以蒙生指他未见的事 现在神对挪亚说的事情是未见的事 还没有发生的说着以后的事 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挪亚就怎样呢 后面说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虽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 但当挪亚听了神的话的时候 在挪亚心里面动了敬畏的心 啊 神是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 神说了一定会这样做 那神见这样说了 那神以后一定会有洪水审判事件 那我得赶快造一支方舟啊 神要让我造方舟好保全生命 好保全各样的动物啊 牲畜野兽昆虫 好保全他们呢 啊 神是为了让我活 所以才让我造方舟啊 感谢神 那我赶快造 就是当挪亚听神的话的时候 虽然是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因为挪亚敬畏着神 相信着神 所以挪亚就将神的话 原本的接受过来了 所以最后一句话说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信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因着挪亚完全接受了神的话 就是相信了神的话 将神的话完全接受过来了 将神的旨意完全接受过来了 从现在开始 挪亚的心跟神的心 成为一样的心了 由于怎样才能成为一样的心呢 成为一样的心的条件 就这条路了 就是撇弃了自己的想法 将神的心完全接受过来 因此才能成为一样的心 当挪亚跟神的心 带着一样的心的时候 神指着这个神就说 挪亚你是义人 也就是因为挪亚接受了神的话 相信了神的话 神就将神的义赐给了他 挪亚就成了义人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因为他相信神 神就将神的义给了他 所以他就成了义人 这就是挪亚成为义人的道路了 我们看这个里面能发现什么呢 挪亚成为义人 是跟行为毫无相关的 跟行为一点没有关系的 是另外一条路了 是在行为之外的道路了 按照行为来说 所有人都出了问题 网友学区的都败回了行为 这是都一样的 但现在挪亚成为义人的 不是靠着行为 是靠着行为之外的一条路 这条路是哪条路 对就是信的路 因为挪亚相信了神的话 所以神就称挪亚为义人 神将神的义就赐给了挪亚 挪亚就成了义人 那现在当挪亚听见了神的话之后 挪亚知道了神的旨意 从现在开始挪亚 开始造方舟了 当然不是挪亚一个人造 挪亚开始跟妻子说 跟孩子说 妻子孩子都相信了挪亚 所以挪亚一家八口 开始造方舟 造方舟的过程当中 因为那个方舟非常大 可能也会请些工人过来造 可能在一起造着 在造方舟的过程当中 挪亚就一直开始传着福音 说传福音可以说 就是传异道当时的福音 你可以说就叫异道 当挪亚这样传着异道的时候 大家怎样呢 那些听见的人 他们怎么样 他们信还是不信呢 如果他们相信的话 那么他们跟挪亚成为一样的人 虽然他们不是从神那里直接听的 但是从挪亚口里所听的 就是出于神的 如果他们相信的话 那音信也可以成为义人 但问题是他们都不信的 这是彼得后书里这样说的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第二章 看一下圣经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 第五节这里说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 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前的时代 却保护了传异道的 挪亚一家八口 说保护了传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挪亚在传着异道 虽然挪亚在传着 可是别人怎么样呢 他们说叫洪水临到那不敬前的时代 敬是敬畏啊 他们不敬畏神 刚才说挪亚是敬畏神 挪亚听见神的声音之后 挪亚相信了神 因为是神说的 所以挪亚撇弃了自己的想法 接受了神的话 但其他这些人呢 他们不敬畏神 不敬前的时代 他们虽然听是听了 但他们不把这个话当回事 他们不接受这个话 他们拒绝这个话 更相信自己的想法 可能在当时的时候 挪亚一边造着方舟 一边对大家喊着说 我们现在一起造方舟 等到以后的时候 方舟造好的时候 你们跟我一起进到方舟里面 因为神已经定好了计划 用洪水审判天下 所有反有血气的都会灭亡的 你们跟我一起进到方舟里 好保全生命 挪亚在传着一道 他将神对他所说的 对他们讲着 对他们传着 可是虽然挪亚在传着 可是他们听见了以后 他们会怎么说呢 他们都会说 哎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神怎么可能会审判天下呢 可能他们可能 还有的人会说 神是慈爱的神 神是善良的 神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可能还有人会说 怎么会审判天下呢 怎么会下那么大的雨呢 说将天下的高山都淹没 你说的太荒唐了吧 从哪有那么多的水呢 这是不可能的 天气这么好 怎么神怎么会那么做呢 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想法对 所以都拒绝了 拒绝着挪亚的话 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呢 就分出两种人 两部分啊 一部分就是挪亚一家八口 他们相信了神的话 相信了神的话 他们成为义人 剩下的人呢 他们拒绝着神的话 他们不信神的话 因着不信神的话 所以他们成为罪人 也就是看那里 罪人意思是怎么分出来的呢 也不是按照行为分出来 按照行为来说都一样 但是按照信和不信 就不一样 相信的挪亚一家八口 是义人 那其他的都是罪人 圣经 圣经学者这样来说 圣经学者说 挪亚时代全世界应该有多少人口呢 就在那个时代里面 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 那么全世界两亿人的话 只有八个人得救了 剩下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二个人 全部都灭亡了 那他们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就是不信 因着不信 所以被定罪了 因着不信灭亡了 不是那行为犯罪灭亡的 因为挪亚行为也犯罪了 行为上都一样 按照行为呢 全部都是一样的 是因着不信 所以被定罪 所以灭亡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边 耶稣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就好像挪亚那个时代 相信的人得救 不相信的人灭亡一样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相信的人得救 因信得救 不信的都下地狱 都灭亡了 比如说挪亚那个时代 因着信和不信分开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样一样的 靠着什么分开的 靠着信和不信分开 按照行为来说都差不多 我们互相的行为差距不太大 有的行为表现出来 有的没有表现出来 有的人做出来了 有人是心里面装着 没有做出来 就是这一点的区别罢了 人世上里面看差不多都一样 都是自私的 都是恶的 人肉体的想法都是为自己着想的 这些全部都一样 所以按照行为圣经里说的是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便于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按照行为来说 神把人都否认了 那现在怎样才能得救呢 也不是靠行为 是靠信 挪亚接受了神的话 神称挪亚是义人 那现在我们接受神的话的话 神也将神的义赐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成为义人 那么接受怎样的话 可以成为义人呢 我们看罗马书三章 看一看这个答案 罗马书三章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 看一下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 这里说 但如今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我们看这里 这说二十二节说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那神的义都预备好了 是给谁呢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现在耶稣将你的罪都洗净了 你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这福音的话 神就将神的义赐给你 加给还是给你 那你现在就用了神的义 你拥有了神的义之后 你就成为义人 这个义人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因信得来的 因信福音 因信耶稣基督 得到了神的义 所以才成为义人了 挪亚因着相信神 神将神的义给了他 他成为义人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你因信福音 因着我们相信了福音 相信了耶稣 因着我们相信耶稣 洗几我们一切罪的福音 神就将神的义赐给了我们 我们就成为义人了 成为义人是这样成的 这就是成为义人的道路 这是非常简单的 说简单就是这个路是 圣经里写的非常明白的 非常清楚的 靠着行为 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义人了 但现在在行为之外 另外一条路出来 因信成为义人 就是因信成义 因着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 洗几我们一切罪的福音 神就成为义人 因着我们相信了福音 神将神的义赐给了我们 那我们就成了义人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得来的 由这样的称为 叫一步登天 我们这中国的汉语呢 实在是太神奇的 很多的汉字都从圣经里出来的 特别是义人的义字 我繁体字 义人的义字是 上面一个羊 下面一个我 你是我是怎样成为义人的呢 不是靠着我自己 怎么做成为义人的 因着羊 羊拯救了我 羊洗净了我的罪 神的羔羊洗净了我的罪 因着相信是那羔羊成为义人的 上面羊字 下面是我字 就是义人的义字 我们有个成语叫一步登天 去天国的话 有两句成语 一个是势必登天 这个是太难的意思 另外一句话是一步登天 是太容易的意思 如果将律法都守住 才能去天国的话 这个是势必登天 绝对不行的 绝对做不到的 是太难了 但除了这条路之外 另外的路就是一步登天 太容易了 只要一步就可以了 那这一步是哪一步呢 所以当然是信 信 耶稣都做成了 你相信吗 你相信的话 因信成为义人 这个是太 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 神将这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 太清楚这条道路给了我们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给了我们 所以一定得走这条路才可以 大家听着话语 听着前面讲的福音的部分 好好对照圣经上看着 我们讲的一切都从圣经里来的 都是有根有基的 对照圣经上好好看着 这么读着的时候 看那神的羔羊除去是人罪孽 那既然耶稣将神的罪都除去了 那一定将我们的罪也都除去了 希伯来说 他洗净了人的罪 那既然他将人的罪洗净了 那一定也将我的罪洗净了 那我就没有罪了 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那既然神将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那我就没罪了 因他一次献祭我们得以成圣 因他一次献祭我们永远完全 就读着这些圣经 就这么一直这么读着 查考着的时候 大家心里一定会得到圣灵给他智慧 圣灵一定帮助我们 让我们心里产生信心 也就是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成圣 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为带来的 耶稣已经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了 不是靠着行为成为圣洁的 不是靠着行为不犯罪成为圣洁的 靠着耶稣成为圣洁的 耶稣已经都做成了 只要相信这福音的话 因这信福音 神就将神的意赐给了你 你心里醒悟福音的一刻 相信福音的一刻 神就将神的意赐给了你 你就成为一人了 这就是挪亚成为一人的道路 就是我们成为一人的道路 因信成义的是这样 我们再多看一个章节 看一个章节以后我们结束了 我们多看一个 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六章第九节看一下 六章第九节 这里说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做鸾桶的 亲奶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集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这是前面说的是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然后列举了那么多犯罪的行为 说有这些犯罪行为的话 就不能承受神的国 按照这些犯罪的行为 大家对照自己看的话 大家有没有这些呢 偷窃的 我们偷没偷过呢 偷过指定是 贪婪的 这个贪婪不贪婪呢 醉酒的 辱骂的 骂没骂过人呢 如果这样看着圣经的话 这里面指定我们犯的了 我们一定会被这些行为 指定在这些行为上 我们指定有做的不够的 指定有违背的 那样的话 按照行为来说 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了 可是我们再看后边 再看十一节这里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大家从前都是这样啊 不是也有人 我们差不多全部都会翻啊 没有一个人做的完全的 就从前是这样 后面说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及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已经是过去时 已经是过去的啊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我们的行为分明有问题 但耶稣已经叫我们洗净 是我们成圣 称义了 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耶稣是我们成圣的 耶稣是我们称义的 义就是无罪 就是这样了 也就是耶稣已经叫我们 一切都改变了啊 将有罪的我们变成无罪的我们 将污秽的我们变成了圣洁的我们 耶稣已经都做成了 已经是过去时 他什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他都做成了 那你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的话 神就称你为义人 神就将神的义赐给你 你就成了义人了 这就是因信成义 因为相信 耶稣洗净我一切罪的福音 神就称我为义人 因为你相信 神将神的义赐给了你 你就成了义人了 义人就是这样得来的 就是这样成的 又新又火的道路 这非常感谢神了 总之我们今天借着挪亚的话语 讲了成为义人的道路 大家听的时候 盼望神帮着大家 很好的领会 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成为义人的 我们跟挪亚一样 因信成为了义人 因信得到了神赐给的义 成为了义人 旧约新约是一样的路了 我说旧约圣经里面 成为义人的路 跟我们现在新约圣经 成为义人的路 是一样的道路 都是靠着信成为义人的 靠着信的 旧约的挪亚 因信成为义人 我们今天的我们 也是因信成为义人 好吧 好吧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讲啊 那么做祷告结束了 来做祷告 爱我们灵魂的神 我们感谢你 神心里引导我们的聚会 神记着圣经 引导着我们 指教我们 非常感谢神了 但事实上 我们很多的时候 所以拿着圣经读着 但我们心里有时候不太领会 咱们感谢神 在这样的时间里面 是让我们聚在这平台上 让我们都听着讲话语 我们向你祷告 真求你接着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心里都很好的领会 让我们心里变得通达吧 让我们读着圣经 当我们读着圣经 听着讲道的时候 让我们心里都被圣灵光照 都醒过来 祝福着我们吧 耶稣都成就完了 好像在十字架上 最后一句话说 成了一样 耶稣都做成了 只要接受着福音的话 因信福音就成为义人了 圣经的说 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成就的福音 就得到了神的义 就成为义人了 我们现在走的道路 跟罗亚走的路是完全一样 罗亚相信了神的话 罗亚成为了义人 我们现在相信了福音 我们也成为了义人 非常感谢神了 神母先祷告 我们求你 不但让我们自己明白 也求你 接着我们传着福音 让更多人都明白吧 让更多的人 都从罪人变成义人 都能重生得救 施给着恩典吧 终之一切交在神的手里 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好吧 我们继续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神赐福大家 好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